我們看一下道路橫斷面圖 橫斷面圖 橫斷面圖指的就是橫截面這個地方的圖面 橫截 橫截面圖的話 還有重坡面圖 這個你們在做測量的時候應該有做過 這就是橫截面圖 各位看到道路的時候你看到有這些東西 來 有這些東西你可以看到我們看到都是道路的 表面看到的地方 包括我們從中間看到分隔島 一定有路燈 分隔島上面有這種植栽 然後呢有快慢車道 然後有人行道 我們表面都看到這樣而已然後看到地權到哪裡為止 可是道路工程的下方你會看到 有一個很大的你看有排水溝 騎水井 分蛋下來之後這邊有個很大的一個排水箱航 所以原來道路跟水路是在一塊的 同一塊 也就是說下大雨的時候 其實水會跟著路在跑 所以下洪雨的時候 道路會積水也是正常 因為水會找最好走的路走 就是道路 所以平常是車在走 下大雨的時候是水在走 如果下面的排水箱很夠快 排的量夠大 那上面積水情形就減少 這大家各位清楚 好 他有什麼北側南側 快慢車道等等 好 那道路橫斷面圖我們看一下 道路中心線及其里程 你看這個是他的 莊位成果圖 莊位成果圖是長這樣對不對 然後你看他有莊 多少 那 路線中 路線中心線跟他的里程 還有地面線跟設計面高層 好 路線設計剖面 挖田土的高高度跟面積 這要算土方的 這高最重要算土方 我不曉得你沒有算過 道路中心線 那個高層跟設計中心線的高層差 然後最終要算他的土方 用什麼 有那個什麼那個零形法 平均斷面法 道路工程每20公尺一個截面 然後每一個高層 中心中方裡面 查出來是中點的高層 然後每一塊 截面積的土方算出來 用零形法算 用平均斷面法 等高線法 大概就這三類去算土方 最終算出挖田土方 好 那測點的號碼 我們看一下這個測點號碼 土壤性質的分類 區分 好這邊看不到前面一張圖有 前面這個圖面就有了 土壤性質的區分 這邊就會談 好 沒看到這邊有土壤性質的區分 在這裡 他會畫出來 所以 這東西你看一下 好 那再來 土方材料 建築物跟其 用地 他的用地的界限 這個這個道路 是公有地 如果你到遇到私人的時候 你一定要徵收 沒有徵收 你是不能蓋 地權要清楚 產權要清楚 還有其他必要的項目 那這個是公共工程委員會裡面拿出的圖檔 我把它換成我的圖框 本來以前這個是作業 現在這一集我期末也沒有給你們作業 說真的我對你們也不是太差 就是 你們的習慣上常常衝撞一些 比較傳統的一些 我們講一些要求上課的要求 然後你們還是覺得你們是對的 這比較大的問題是這樣 好來往下看這道路中心線 OK 那 PCU大於3000 你要知道什麼叫PCU 那你看他剖面圖 這個剖面圖他畫這樣喔 一個圓錐這剖面圖畫我們都清楚嘛 寫個A一個dash 這個意思就是說在這張圖裡面的A翔圖就看到 這就是A翔圖 這個就他道路這個地方裡面的 道路的鋪色翔圖 他配多少有沒有看到 這邊有123456 這道路底下 從路基開始一直到他表面的什麼 那個那個 那個道路的封城 都有介紹 鋪什麼 這個也一樣 PCU小於3000的時候 那這邊還有一些說明 所以這可以去 各位找到我看看公共工程委員會還可不可以找得到下載 那這是標準4車道 6車道 那20米30米的道路OK 那 橫斷面設計我們看第一個車道 車道來講他有什麼 他一般來講大概是 向慢車道向外兩坡層的坡度 為了排水 為什麼 我們來看這張圖 他有個兩坡層的坡度 從這邊往下排 他希望水到這個節水溝 最後再排下去 所以他主要是為了把水排到我們的 排水湘海 他用這樣去走 所以有一個排水坡度 了解 那車道的寬度3.05到3.9 高速公路採用12個12ft 就是3.65 那最小是3.05 所以車道的寬度最小3.05 那路基的話有路基就是 路底下最底下的部分 叫做壓實的 傳遞路面的重量跟什麼路面跟車輛的重量 那路嵌是什麼 凸出來的 路嵌是挖下去的 對不起 路嵌是凸出來的 那路嵌就要坦壓實度 因為是填土的 路嵌是開挖的 那大部分填土的夯實度 百分之九十到一百 有沒有 你們在講土壤基礎工程的時候有個 OMC 最大含水量 那半田半田半蛙 他就是要注意這些東西叫半嵌半踢 好那你看到這邊東西都標準撥面圖 好 所以道路工程其實要注意值得他車道 他這個CL就中心線 這是20米的道路 一邊10公尺10公尺 然後10公尺不是在道路這分隔島 你要分隔島在這裡 他這邊還有一個人行道 這邊沒有人行道 所以他的分隔其實是道路20米從這邊設到這邊20米道路 清楚吧 所以要看圖面 懂了吧 那他遇到有一些 有一些是 半蛙面 他就怎麼樣就用什麼做橋墩的方式做起來 用梁的方式來做 玉綠梁 OK 這個是做擋土墻的方式 所以他的標準斷面有大概有四種 這是以這一套圖 他這邊要放一個比例詞 怕萬一縮圖印起來不好 他在這邊做了一個比例詞 這各位都要去 在畫圖要注意 這邊還有一些文字有沒有看到 所以我就說有時候他們的圖觀畫面都有一些訊息在這邊 OK 好 那 這是另外一個 這也是啊 這個都從台中到新社那路上的路 那這邊你看開畫面 這邊做了一個什麼玉綠地嗎 然後這邊是一個擋土牆 擋土樁 那你看到他都到道路中心線 OK 那路線到這邊 OK 好 OK 你看一下 在這邊 好 那陸基工程有陸體跟陸嵌跟半嵌半嵌剛剛談過了 OK 好這是陸體 這是陸嵌 陸體是這一塊 陸嵌是這一塊 那陸基工程的施工步驟我們大家看一下 工地安全設施的佈置 整地 軟地盤處理 挖土 填土 滾壓 試驗 我大概介紹一下就好了 你知道這樣工程就好了 好 那 橫斷面的設計來講 包括了有一些東西 土方的費用 土方包括了 汽土跟借土 然後呢 挖出來還要 找土方銀行去 丟啊要汽土 然後呢 不夠的還要去買土來填 所以土方是一個很重要在公共工程裡面 再來鋪面 我一般講都是 AC AC 就是 利清混凝土 那你怎麼樣把這東西鋪下去 可以把路面上的重量 車輛傳遞到陸基去 那還有分向 綠地 怎麼樣 土方銀行是那個以前在那個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你要開挖量多少以上要填報 申報他 那到時候 土方銀行就是以一個機構 他利用網路的機構 哪裡有土 有人需要土 直接找到 你就不要運 你們去談吧 這個土是什麼樣的土 是適合去填的嗎 有的是不是 挖起來土是不錯可以填 那你要跟公共工程委員會報備 他就有個土方銀行 然後 我如果真的需要土去 工工工程會裡面找土方銀行 裡面有沒有人有有要企圖的需求 你就運 就這樣 所以那個部分是 你去了解一下 那公路橫端面有分向綠地 你看還有路肩 Shoulder Shoulder其實還有設計也是2% 然後 3米以下要留多少多少的那個不能少0.6 修的你看那個剛剛第一張圖嘛對不對 那個圖我都放了 這個是不是修的 路肩 他放人行道 你看這個這是人的頭 肩 頭肩頸嘛 對不對頭頸肩嘛 這肩路肩嘛 好不好 好 大概是這樣 好那我們看一下 好那你看這個圖面 這個圖面我都把它放上來 他做的 你看這邊開始是道路有曲線的起點 那接線圖也畫出來了 起點在哪裡要找 這樣這看起來都還是 三四那個 這邊要開始有個彎折面 這邊是一個 RC的 橋樑 所以 要去看他其他的圖面來講 有沒有看到 好 那 設計來講有原石 那 這個還有節水溝 這個 那 這東西你要注意一下就好了 那這個你看這就是道路原石 你畫圖面還要畫這種立體圖喔 所以我說這個東西如果有圖塊 你如果不會畫 我就說過你用pdf去轉圖 但是你要轉好 知道嗎 他如果轉出來這個東西可以用就拿來用 不能用的自己畫 這節水溝 這原石跟節水溝有沒有看到 他有很多的說明跟一些表格跟一些規定 數量 所以這就是一張 我們所謂道路工程的一些施工圖啦 那這個40米寬六車道的施翼圖 好 各位可以看一下有邊坡有護欄 有沒有看到從旁邊看有邊坡有護欄 怕人掉下去 這邊還是有一個擋土牆 然後中間還有做什麼分隔島 那底下有鋪田 陸基 還有邊坑 有的 還會做下水道 不一定 如果 山區的話看怎麼擠水擠水跟怎麼把水排掉 好那 再來看到邊坑 side ditch 那 就是路間外側所設施的溝渠 OK 那人行道大部分都是的市區道路兩旁 人行道不可或缺的設施 為攻人行走的部分 使用混凝土特殊磚鋪層 好 那還有什麼警告標誌啊 交通炮製啊 還有什麼 護坡護欄 擋土牆 還有泄水坡度 設備 好 那你看到這就是胸牆 這RC做好 有沒有看到 那這個就是 這個其實有點像那個叫做 我們叫做什麼 一個名字 紐澤西護欄 那紐澤西護欄 你看他樣子有沒有 紐澤西護欄的設計是很有趣喔 為什麼要做這個樣子 各位知道汽車 在走是靠輪胎 那這個部分的時候跟輪胎產生磨擦的時候 就是你撞到這個護欄的時候 你輪胎會先撞到這個區塊 然後 車體才會撞到這一塊 那因為車體跟輪胎的磨擦係數不同 所以呢 這一種撞擊的時候 對車體的損傷 不大 這是人家研究出來這個紐澤西護欄 好 那我們在 路邊工程有看到臨時光用塑膠的啊 裡面是把它灌水的 那要灌水沒灌水擺的是沒有作用 車撞上來就撞過去了 這種護欄非常有用 好這叫紐澤西護欄 那麼研究出來 大概90到150公分高 一個大概一頓重 好 就是防止衝撞 衝撞 因為接觸輪胎面的時候產生回彈 減少你翻到對象 其實車禍最麻煩的是對撞 追撞不會比對撞危險 對撞最危險 他翻過去對面車道就麻煩了 都會死傷 撞到這邊就彈回去了 所以這個紐澤西護欄設計是有道理 了解就好了 那有塑膠製的嘛 灌沙灌水 這是臨時性的 那這個是一些擋土的措施 這個是在用一些形鋼 加一些鐵絲網 然後呢 拉一些鋼線 這是H形鋼的響圖 你看他響圖就是這樣畫 一個立面 然後呢 斷面圖 然後每個怎麼樣 他裡面的平面是怎麼樣還有一些說明 所以將來你遇到土木的施光圖大概就是長的這樣子比較多 大部分都是這樣 現地是這樣 這在日月潭 那個往蔣公刑館那個地方走過去他旁邊就是這樣 有蔣公碼頭啦 OK 他們就叫總統碼頭啦 OK 你看他裡面放輪胎 目的就這樣 很像 對不對 所以將來你知道這個東西在做什麼的 圖看得懂 這是做這樣 那這個是柴山 柴山從那個動物園上去一段 要到那個歡樂亭 你看他因為這邊曾經崩塌過 所以他現在做了一些預警的東西 然後他崩塌的時候這可以擋掉一些柴山的石灰岩 讓人還可以行走 OK 好 那這就是擋土牆的設施 OK 這也是擋土牆 懸必是擋土牆 了解吧 OK 你看他的表格都是一個基本圖 像不像我們上次介紹的畫分詞 然後寫了好多規格 然後給他ABCD 然後他有設計什麼什麼什麼 最後圈選而已 有沒有看到 然後計算第幾個方式 12345 然後他就在這邊寫出來 這是用表格來 代表他的圖面的情形 就是這樣做 了解吧 OK 好那這個是伸縮縫 伸縮縫從平面來看的話 從平面的剖面來看的話 有這樣的伸縮縫 有平縫的 這叫氣口 了解 然後他這裡面有排鋼筋 有部分做什麼東西 你可以看一下 那這也是另外一個 就叫排裝 排裝主要是看他在基礎工作什麼樣 是擋土的排裝 還是做承載力的 這不一定 好不好 這都屬於基礎工程的範疇 那你看 他這邊有 全套館 廠住裝 RC裝 所以你就知道這是 這是廠住 現場灌住裝 一般來講這個應該叫做 鑽絕裝 他只是外面有個套館 怕淤泥進去 然後這邊你可以看到其他的 裝帽裝頭等等的設施 然後做完了之後 排裝島還有玉利地 然後排裝排這樣 有看到嗎 那圓形的剖面是這樣畫嗎 有教過你們嗎 圓柱體是這樣畫 所以這邊還是一個表格 所以我說工程圖你後來看到董之後 不就是平力剖面加一些圖表說明嗎 甚至於他有的不是 NTS就是 你看NTS 就是指的是 不是 沒有按照比例去繪製 了解吧 好那這個是 玉利地毛 有地毛段有什麼段他有氛圍自由段 這地毛也是在基礎工程裡面你要去了解 你會發覺在我們土木工程最危險的是基礎工程 那基礎工程學好的話 土壤 土壤力學基礎工程 那土壤力學要學好才到力學 所以很多很重要的科目你要去弄清楚 好這地毛的情形 OK 好看一下橫斷面的繪製 OK 先到這邊休息一下好了 我們休息10分鐘OK